第383章 崔枯拉朽般的击破 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没想到 这才刚刚出手 叶希文就彻底击溃了雷扬云的攻势 或者说在叶希文的面前 雷扬云的攻势根本就不算什么 仿佛是玩具一般 被彻底捏爆 雷族的人给我上 杀死他 雷扬云大吼一声 顿时十几道强横的气息冒了出来 竟然每一个都是传奇大远满境界 都是强横一方的人物 身上强悍的蛮族的气息横贯长空 每一个都是平时难得一见的高手 竟然都是雷族的高手 显然和阳族相比雷族强大了不止一点两点 其中并没有蕴含着半圣级别的高手 不过想来也是 半圣虽然不是圣境高手 但是已然是沾到了一个圣字了 和凡俗自然是不一样了 现在正值百蛮洞和火云洞之间拼死拼活的阶段 半圣大部分都被征召到前线去了 能找到这些传奇大圆满就已经足以可见火云洞的底蕴异强的深厚了 这些人随便一个都足以在一个小地方横行一方 但是现在都集中到了这里了 可见这个雷族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部族 实力非常强横 起码比启阳族要大的多了 而这雷族也只是火云洞的一个附属势力而已 可见这些势力之庞大简直难以想象 和这些势力相比 当初的一元宗确实是不值一提 叶熙文很庆幸当初自己选择走出来 不然窝在一元宗 人的格局都小了 随着雷扬云一声怒吼 这些高手纷纷怒吼一声 各自的绝学瞬间展开 无尽的神盲瞬间照耀了半边的天空 这些都是各自的绝学 有雷族的绝学 也有火云洞的绝学 这些绝学虽然繁多 但是并不杂乱 平日里他们狩猎的时候 早就已经磨练得非常的成熟了 共同进退 凝结成一股浩瀚无边的恐怖攻势 瞬间朝着叶熙文轰了过来 这无穷无尽攻势直接席卷成一副蛮荒的图卷 一股荒芜的气息横扫而出 这种威力甚至足以一下子直接轰死一个传奇大圆满境界的高手 半生都要顾忌 这些蛮人和南狱的高手不一样 南狱的高手往往都是以国家为划分单位的 而蛮人往往都是以部族为单位 虽然小了很多 但是也往往非常的团结 一个部族就是一个世界 一上来就是下死手不留任何的余地 一上来就要叶熙文死 强横的恐怖 哼 叶熙文冷笑一声 全力运转大荒火云弓 顿时叶熙文的身上一朵朵的火色的云朵正在沸腾 身后一股股磅礴的大荒的气息横贯长空而起 在天空中凝结出了一个巨大的身影 虽然是很迷糊的 但是许多人都震惊了 因为他们认出来了 这竟然是蛮神 周围围观的各个部族的许多武者 竟然有种想下跪的冲动 因为他们无论是哪个部族的 哪一个势力的 说到底都是蛮神的子孙 都是从蛮神天庙之中分裂出来的 曾几何时蛮神天庙也是一个超然的庞然大物 曾经多次和鼎盛时期的真武学府碰撞过 但是后来真武学府虽然没落了 但是蛮神天庙也陷入了分裂之中 无论是现在的火云洞 亦或者是百蛮洞 都曾经是蛮神天庙的一支 蛮神是所有蛮人共同的信仰 和武裕之中的武学不一样的是 南荒之中的武学所有的共同点就是 这些武学追根结底都是蛮神所受 所以往往练到深处 就能凝聚出蛮神的虚影 甚至于是凝聚蛮神真身 成就蛮神 但是那得对于功法的领悟到了极为高深的程度 这和实力的高低没有什么关系 主要是对于功法的了解程度有多少 虽然叶希文不曾凝聚蛮神真身 但是却凝聚出了传说中的蛮神的虚影 所以所有人都跌破眼镜一般看着叶希文 难以相信 叶希文竟然凝聚出了蛮神的虚影 以叶希文的年岁来看 绝对是一个顶尖天才 叶希文身后巨大的蛮神怒吼一声 无数的火云凝聚成了一柄火红色的长矛 在虚空之中燃烧 沸腾 一股恐怖的力量在身体之中沸腾 澎湃 羞 叶希文身后的蛮神的虚影 瞬间将手上的火红色的长矛 击射出去 轰 火红色的长矛划破长空 震碎了环宇 点破了苍穹 瞬间和那一幅蛮荒的图卷狠狠在虚空中撞到了一起 轰隆隆 在那一道火红色的长矛拉出来的恐怖无比的长长的红光之中 那一道蛮荒的图景瞬间被催枯拉朽一般生生击穿 全部破灭 那十几个蛮族的高手瞬间仿佛被一股巨力震动 一口鲜血喷出 整个庞大的身体倒飞了出去 差点被恐怖的威压给生生撕裂 而雷扬云看着眼前的一幕 自己不足之中的勇士在这个叶西文的面前 根本不知一提 甚至连他的一招都挡不住 难以置信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样 我雷族之中十几个传奇大圆满境界的高手联手出击 就算是半圣级别的凶兽在面对这样的攻击的时候 都要暂避锋芒 不敢应接 不然整个身体都会被恐怖的力道给生生撕裂开来 雷扬云难以置信 脸上露出了猙獰无比的惊恐的眼神 看向叶西文的眼神中有难以置信 也有怨毒无比 叶西文冷笑一声 或许对于一般的半圣来说 都不想应接让自己受伤 但是对于拥有霸体精深的叶西文来说 却根本不算什么 对方就算拿法器轰击叶西文 都没有办法让叶西文受伤 搜 这一下 叶西文的身形一下子撕裂了长空 出现在了雷扬云的面前 瞬间卡住了雷扬云的脖子 轰 雷扬云瞬间被叶西文直接按进了一座山峰之中 冷冷的看着他 我跟你说过了 别在我的面前装 我要杀你 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叶西文轻描淡写的说道 在他看来 这雷扬云根本就不算什么 虽然功力极为高深 但是和叶西文相比 显然还是不够看的 叶西文的强大 难以想象 雷扬云感觉整个人都被摁入了山峰之中 难以喘得过气来 氧气越来越少 渐渐的头竟然都开始迷糊了起来 这是极度缺氧的表现 周围的许多的蛮人的弟子 都难以置信的 看着被叶西文差点弄死的雷扬云 完全不敢相信 在这么多年里 雷扬云一贯都是称王称霸的形象 但是在叶西文面前 根本就溃不成军 完全不是对手 叶西文的表现 就和所有的蛮人一样 简单 粗暴 简单直接 雷族的高手中 有一些还没有晕过去的 看着雷扬云被摁入山峰之中 顿时暗自哀叹 他们到底是得罪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啊 如此恐怖 连踢到铁板都不是 而是踢到了合金钢板了 尤其是杨红阳那兄妹 虽然早知道叶西文很强悍 一般人根本没办法比 但是真正看到叶西文 摧枯拉朽的击败了 诸多雷族的高手 还是深深震撼到了他们了 只能说叶西文 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强悍 甚至可以说 比他们还要强悍无数倍 好 好 好 没想到 还有这样一个少年俊杰 这时候远处传来一阵掌声 穿透天地而来 叶西文望去 虚空之中 一道身影走来 却是一个青年 这青年约莫着二十来岁 面容粗犷 身材高大 一股彪悍的气息扑面而来 识公子 诸多蛮人看到 这个蛮人青年的到来 纷纷行礼 这人正是识公子 识志明 在他的身后 跟着数十个传奇境界的恐怖高手 一个一个全部都是 传奇大圆满境界的高手 身上的气势 正在一点一点的对外释放 叶西文看这青年 顿时眼中闪过一丝惊诧 这个青年居然是一个半圣 虽然仅仅只是半圣初期 但是半圣的气息依然镇压全场 所有人在他的气息之下 都没有办法指示他 不过唯有叶西文是例外 叶西文身上的神性会自然而然的排斥这种威压 他们都是曾经神灵的神性 容不得凡俗的生物对他们的羞辱 这识志明比叶西文想象的还要强大 竟然是一个半圣 好 你不错 那个识志明见叶西文 在他的威压之下根本不动声色 顿时哈哈一笑 说道 随即石志明对于被叶西文摁入山峰之中的雷阳云冷声说道 真是废物 尽给我丢脸 听见石志明的话 雷阳云顿时心中羞脑异常 但是却不敢对石志明发火 只能暗自甘生气 死死的瞪着叶西文 仿佛是要将叶西文给生生瞪死一般 叶西文件半圣级别的石志明出场 自然明白不可能再继续动手了